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請介紹 我簡單對懷念那個就業 我剛才講說要樂觀 要大家要樂觀 不是說你樂觀你就可以找到職業 而是說你環擾也沒有用 就是這樣 就說我不樂觀我別觀 也不因為你別觀直接跑出來 所以你要樂觀 所以我比較相信說 你樂觀你就被心想事成立 你就靈感出來主要是這樣 那創新我講我自己的例子 經驗大家也可以提很多例子 就是比如做律師 那我做律師現在律師要越來越多 那我做律師的時候 其實律師已經很多了 但是因為我流日 然後我會日文 對不對 那這一部分我就有競爭力 對不對 不是每一個人 比如說那時候亞西亞航空 日本很多企業 他就找我做顧問 那再來之後 我當時就研究企業 我出來一本叫契約書全集 我就說每一個人都替人家寫純正信來 一次要三千塊五千塊 為什麼 把我的經驗 我想像各種場合 怎麼寫純正信來 車禍啦 要離婚啦 什麼那邊一本契約書全集 所以是一個 在那個時候第一本 但以後那麼很多本 我不敢講超我的 就是說我那個是第一本 第一本 所以你現在競爭很惡劣的時候 你有創新 你有know how 你當然你那個市場的競爭就會 就會排掉了 就會少掉了 這個是很簡單 但是我在講這個說 你要 就是說你不是照本能啦 你的動物或是這個生命本能去生活 因為這樣可能很快樂 你人生可能沒有意義 那你的意義還是要跟一個大我 一個目標 這是我的想法 去結合 就是我覺得那個快樂比較長遠 當然你講到說 尼財變成希特勒啦 那有人講說武士道變成親國主義 對不對 講來講去說我儒家最好對不對 那文人的政治 就是說 比較陰險 就要講寄謀 我不是這樣 你剛才是很乖 那武士道 他有那個好像運動精神一樣 他有剛強的一面 但是發展到最後發展 也有可能是親國主義 那不一定變成親國主義 但是那個還有一些條件 那尼財的哲學也是一樣 那來個人來講 應用到個人來講 我是認為 其實就是要突破這個本能 第一個 獨立思考 不要人贏一贏 不要讓名嘴決定我們的生活 不要讓名嘴決定我們的前途 對不對 不要 因為生命 剛才蔡主義講的 這選擇很多種 有無限的可能性 每一個人其實都蠻主觀 在講他自己的信念而已 你要有獨立思考去判斷 那也不要 像我們從政治以來 我也 我慢慢養成說不受很多 除非你說要選舉 馬上不要選劉志明 要推要長平 你要再賣高興 如果思想上也不要太管 這個暖善的這個什麼 批評 實論 我們看歷史 看歷史 清朝末年也派人去美國去考察 他們回來是說 那個是遺敵 他們有頭目 24 24週 頭目是用抽籤的 投票那種 看落伍很落伍這樣 那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去看 說這個是法盛頓是偉人 結果 結果 被拆一點殺頭 說他是先長遺人的 遺體的這個優點 侮辱我們中華 文化的優異性 這個被殺死 所以 這個你要看這個歷史 你會覺得 像日本有一個叫做渡邊華山 這個人是一個畫家 在名字圍之前 他就看到說這個 一定要學外國 不然日本會內亡 這個亞洲 其實都很漏 就是他也是被 本來要殺死 後來也是把他保 把他 在現在來講的縣住住居 交給他的那個斑 叫天銀斑 就進監管 但是現在 那時候被罵得糊塗 那現在社會怎麼樣 現在全日本認為他是一個 一個先知 那你看那個 中國百日危險被殺死的 這個 這個 譚士統來講 他們六斤子被殺死的時候 就拖到菜市場 斬首啊 那無資的人民 有的還戴饅頭 想要去沾那個鞋 說很極力 要來吃這個排隊 有人都會大喊說 這些人無資啊 五路中國啊 這攻擊洋人啊 對不對 那個時候的輿論是這樣的 但是歷史來看 他們是六斤子 來稱呼他 當然失敗還有很多原因 短暫的這個評論 你看你要 要一個禮拜 還是一年 還是十年 還是百年啊 那我們就是 所謂超越 應該是這個意義 你就說超越生物的本能 那合作也是超越生物的本能 大家知道 鬥爭是本能的 合作是思考 是理性 共生是理性 所以這個是超越 這是超越 這個也是 也是一個族群 或是一個團體 我們希望 他不一定有跟著均口主義 有跟著均口主義 這也是超越 那霓裁的哲學 是在講說超人 他在講說 這一個超越的 才有意義的 就是卸長點 在我的兒子 在copy一個卸長點 然後我的孫子 在卸長點 沒有意義 就生命來講 有什麼意義 他也超越 那你們跟我們一樣 你跟我一樣也沒有意義 你一定要超越我們這一代 你的子孫要超越你 那我們人類才會一直進步 那也許他是少數人 兩個人贊成 他以後變成多數贊成 那就是進步的過程 那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照輿論來做 多數講我們來做 那個就是嘗試來統治我們這個世界 不會進步 那都照嘗試 要孝順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不要再激進對不對 對 那就是嘗試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挑戰 挑戰哪裡有後果 小明治維新 很多人是被暗殺的 伊德峰之後也是被暗殺 西江龍勝的制裁 我們電影看的 我們人都是死掉了 這個 班本龍馬那是 也是被暗殺 百日維新的這些都被斬首 像那維新的康有為是逃亡的 我們看很多歷史 你要看看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不是叫大家去死大家不要胖 不是說你要永遠挑戰 我最後講一個故事 我在宜蘭縱田看到 那個我覺得 那個 紅嘴 什麼 有一種鳥 水紅紅 紅灌水雞 他生小孩子 他一次都生八個蛋 有一次我看那個八個蛋 我生出來 我一直常去看他那蛋 出來沒有 不然出來 一次八隻這樣路行出來 他是在我隔壁那個龍舍裡面 隔壁那個一個草叢裡面生的 很安全 他用聲音叫 他每次他母親就會呼喚 就有一個聲音 大家都集合 然後有什麼 然後想見他越深 那時候都散開 我很厲害 但是 兩三天後 他們突然要離開了 出來以後 我就 那石頭 很 很堅韧 走到石頭這樣 坐完 很嫩的時候就離開 離開到對面那個田裡面去 但是田裡面有蛇啊 其實有很多危險的 好小 我看一下那八隻這樣 大隻這樣 去 其實我一直等著他沒回來 也就沒回來 沒回來以後 我又看 看看看後來 倒著 收割了 我再去看 很注意去找找找 找到 他們已經大了 可是剩下三四隻 可是我看他回頭不會很高興 因為這就是生命嘛 對不對 在草裡面比較安全啊 在那個龍舍比較安全 那安全上面最後也是死掉 你以後就出去 挑戰 這是他們的本性啊 上天給他們就是要發揮啊 找蟲啊 找蟲吃啊 其實在這邊 我會丟東西給他吃 好 其實我感受 這是我的感覺 生命其實就是這樣 喜悅 挑戰 未知 把你 上天給你的發揮到 最好 最好 然後 也經過到別人 這是我的人生觀 也不一定要 要成你的人生觀 所以剛才我講的是這個意思 好 非常感謝我們 蔡主席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個很精采 我沒有守護的結束 所以最後一個故事 我覺得好像也跟我現在 有點像 我在走這樣的路 不過 這個 這個都是已經的過程 大家是因為 今天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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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